我們來到博物館飯堂吃飯 坐瘡這個地方很喜歡吃咖喱 我上網看其他地方都是吃咖喱 Mini 要吃古代食物 但古代其實沒有咖喱 未傳到過來 看你叫古代 我叫這個 哈哈菜天婦羅餅餅的蕎麥麵 聞到蕎麥麵的味道很濃郁 Mini 叫這個 完全看不出古代的 豬扒咖喱飯 可能米是古代的 裡面有沙的 沙拉 有沙拉和酸菜 有不同的綠色 酸酸微微的菜 有些是筍 有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蠻好吃的 配上濃湯的蕎麥麵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菜很酸 對 突然很醒神 我未吃過醃酸的筍 我嘗嘗它的主菜 餅餅 很美味 有一點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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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有蝦 這蝦連殼炸的 很脆 好像吃蝦片 有一點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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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油里吃一點辣 有一點辣 有中和 其實它的甜麵很濃 淺口氣 咖喱菜醬很好吃 有一點辣 很熱 有天婦羅餅 加了一些洋蔥 底是一些很清甜的洋蔥圈 上面有些海味味的炸蝦 飯很美味 好像多菊米 米多菊 嗯 它有蛋 這樣煎的 嗯 那應該會有多些 皮有濃郁的味道 而且 不太好吃 那種 嗯 有一點硬 很軟 哦 OK 很明顯不是古代 古代沒有太軟 這些應該是金針 還有一些木耳 兩種酸酸 酸酸 很好吃 特別開胃 再喝冰水 好味道 好味道 湯對比起一般蕎麥麵 是比較濃 混合天婦羅 吃 跟菜 我就覺得幾搭 就這樣吃 可能重口味一點 還有 天婦羅餅名 我覺得很好吃 好過我們買現成 然後就這樣 焗它 那些 那些 都OK 但是 跟這個就沒得比了 嘗嘗Mini 這個 飯很軟 雖然多焗 咖喱 真的 油色 香甜咖喱 甜得來有些果酸 味道 好像蘋果 味道 有少許橙 味道 用叉咖喱 切一下 我喜歡說什麼 蛋漿 它不是純粹是淋 是很厚的 你看黃色 嘗嘗 也會感到 好吃 吃了一層蛋味 好吃 雖然它不是厚 肉 但是很鬆化 這個博物品也不錯 除了第一個剪館和第四個剪館 不拍得相片 或者第四個剪館的部分不拍得相片 其他都可以拍得相片 吃到柳的時候 吃些酸薑 現在是生煎熱